可負擔的穩定租屋我們離他有多遠 那我是這一場的主辦社群Rentia的DDIO 那今天我覺得在場可能會有人覺得 為什麼就是我們在一個公民科技的場合在講租屋 還講居住正義有這個好像很硬 好像政府有關的議題 但我覺得如果你早上也在的話 你聽到自信的Keynote 或是我們其實今天一路以來的這些場次 可能都會有一點感覺是所謂的協作 那所謂的公民參與在G0V的概念裡面 為什麼可以和租屋議題有關係 那我們今天總共會有四位講者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從硬體軟體到人的合作方面 對那我這邊就不浪費太多時間 對然後另外是我們整個場次 大家講者分享完之後 會有一個讓大家可以提問的時間 那大家如果邊聽有邊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可以直接掃這個QR Code 還有這個跟共比上面一樣 就Slido的連結 大家可以直接在上面來提問 那我接下來就交給我們今天第一位講者 是Rentia的PN 那會跟我們來介紹一下Rentia這個社群是什麼 還有我們等一下其他講者大概會提到的東西 那我們歡迎PN 哈囉大家好我是PN 那今天要來分享一下可負擔的穩定租屋 我們離它有多遠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雙北租屋的經驗 那我從大學開始就一直在台北搬過幾次家 那每次上租屋平台找租屋的時候 我都覺得找到很厭世很心累 因為每次看到那些租屋可能就是 經過整理品質好的太貴 那便宜的剩下來就比較老舊 或者是一些奇葩裝潢 比如說像地下室啊頂家太狹小空間很潮濕 甚至是在一些安全設備不足的地方 那其實近年來也有很多就是 因為安全設施不足的租屋處而帶來的一些公共安全的意外 那在台北租屋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是 台北的租屋處有時候它的建築是非常老舊的 那譬如說像 左手邊這一張照片裡面的一些不登公寓 它其實它的建築的使用年限 已經接近了可以都市更新的年限 但是很多房東在等待都更的這段期間內把它出租 它不願意投入太多的成本來做維修 那所以租客能夠怎麼辦呢 租客租到之後 它能夠做簡單的維修嗎 那相信大家在租屋的期間 一定有遇到很多房東會跟你說 我希望你就是保持這個房子的 保持原樣就好了 我不希望你在牆上釘釘子啊 我不希望你粉刷它 我不希望你做任何的變更 甚至是更新裡面的既有的家具 那所以它是一個很難夠 很難能夠佈置成自己心目中 理想的居住品質的樣子的一個租屋環境 接下來是好的房子已經夠貴 然後夠難租到了 但其實租屋市場裡面還有另外一群 經濟或是弱勢族群 它是比大家還要再更難夠被房東給認同的 那房東會覺得說這些人在租屋市場裡面 他比較弱勢 那我可能就會傾向說不把房子租給他 這導致最沒有資源的一群人 卻只能選到大家挑勝的房子 或者是情況最糟糕的房子來住 在租屋黑市裡面還有一個問題是 租客通常會很沒辦法報到戶口 或者是他沒辦法申請到一些社會福利 比如說像近年我們有租屋補貼 但是很多人也會抱怨說 他每次開始跟房東提到說 我可不可以申請租屋補貼的時候 房東會說這可能沒辦法 可能婉拒他或者是跟他說 那不然的話我們房租再墊上去好了 所以因此在租屋的過程中 租客常常會面對到這樣的困難 那更別說是一些租客 他沒辦法去參加可能社區管委會的開會啊 或者是一些社區的公共事務 這導致他在租屋的過程中 他有很多公共議題他沒辦法參與 他沒辦法融入社區 更沒辦法就是建立他 對這個社區的一些參與或認同 再來是我們是Rentia 以上這些租屋的議題都是我們 就是有興趣而且也長期在關注的 那Rentia源自於GTV的社群 在2019年開始在討論這些租屋的議題之外 2022年我們有第一間房子的實驗計畫 第一間房子我們從找屋然後跟房東溝通 包含簽下一個五年的長約 然後再規劃它我們要怎麼樣去做任何室內裝潢的設計 一直到後來我們實驗的結果是我們在新北市 有一個20坪的老公寓 那裡面的裝潢就是依照租客的需求去做設計 然後有一個可以乘租四年半的穩定的居住空間 那GTV除了Rentia除了在這個第一間房子之外 我們還有譬如說像金流實驗 那第一間房子在裝修的過程中我們會有募集股東 然後大家一起來支持第一間房子在初期改造階段的改造費用 所以Rentia我們一直在實驗就是不同的專案 然後試圖讓租屋這件事情有各種可能性 那我們在這些討論的過程中我們也發想了很多不同的租屋的困難 那我們今天就找到了三位講者 三位講者我們就是分別從三個不同的面向一起來 希望他們可以一起加入這個討論 來探索更多元的租屋方式 那首先是孫明德設計師 他是著目空間生產工作室的負責人 那他從自力修繕一直陪我們談居住者如何面對老屋氣候的未來挑戰 他長期關注任性住居以及老屋再生的議題 那接下來是鱗魚來自社團法人台灣芒草新慈善協會 芒草新長期在以居住就是陪伴皆有自力 他們協助街上的無家者進到他們的友善住宿空間之後 透過硬體的提供一個租屋空間還有軟性的居住陪伴 協助這些無家者不會在找到租屋之後 因為任何一點小困難而又回到了街頭的流浪的循環 那所以我們請他來一起談 就是從居住服務要怎麼樣可以改善無家者的處境 最後是永青來自台中的豐盛共居公寓 那永青我們Rentia常常在第一間公寓之後 被常常問到一個問題是說 你們有第一間房那接下來呢 那其實我們也一直在想 我們除了租客的自主投入之外 要怎麼樣找到友善的房東或者是這樣的空間 也是一個就是我們下一步在思考的問題 所以我們請永青以經營者的角度 然後還有合作就是共居的這個模式 來跟我們談就是要怎麼樣跟房東 訪客可以互相協商啊 然後創造一個比較平等互助的社區 所以接下來我就把時間交給第一位講者 謝謝 阿德就可以直接來準備投影片喔 那我準備投影片的過程裡面我先唱個唱 所以大家可能剛剛聽完Rentia會覺得 所以Rentia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Rentia其實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們 像剛剛講的第一間房子是我們自己 以訪客的身份找了房東簽約之後 那我們提出就是我們來主導修善要做什麼 經過房東同意由我們出錢來做這間房子 所以它是一個在這個裡面有非常多包含硬體的裝修 那大家如果有裝修過房子就會知道 其實裝修過房子是一件很花錢的事情 那其實我們當我們用了一個非常省錢的方式 來做只做必要的事情 那我覺得接下來阿德就是這方面的專家來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來請他跟我們講一下 什麼叫做老屋自利修善 以及這件事情為什麼和我們在講的任性租屋是有關係的 謝謝 歡迎阿德 好 謝謝大家 那個大家好 我是阿德 那個 好 我先講喔 因為這個我從來沒有演講過 因為我的演講從來都是上課 然後所以這一套PPT其實已經講了N年了 然後每一次都三小時 所以主辦單位要我用20分鐘講完 實在是我試試看 好 那那個 我用了一個標題叫做剛好比最好更好 然後在我的做一個室內設計師 其實我有三套課程 第一套課程是專業室內設計師的培訓 那那個就是很專業的 就是一個資深設計師要告訴一個新手設計師 你可能需要做到什麼事情 你才能夠在業界生存下去 大概概念上是這樣 然後我第二套課程是 這也是我最大宗的課程 就是告訴屋主你應該要找 你應該要 你適合找什麼樣的人協助你來處理房子的裝修 這是第二套課程 那我第三套課程是 它我稱之為專業DIY課程 就是我告訴你如何你可以DIY 從取代設計師到取代工班 到你都可以自己做 這個我都試過 然後都有達成過 好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說的最後一套 這一套我就用了 一開始我就用了一個 一個很比較抽象性的概念 就是對我來說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方法論很重要 就是方法 方法論會決定的方法 然後對方法論會決定的方法 當然這個前面本身有一套認識論 就是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作為一個試鏈設計師 居然要教人家DIY 這件事情基本上是一個 在我們主流社會是一個蠻奇怪的 但是在G0V 這不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好 那剛好比最好更好 就是我 我這十年來我的經驗裡面 我覺得對於真的要自己 自己幹的 自己幹這件事情 剛好可以用這個 這個核心的概念操作 好 就是剛好比最好更好 好 那那個 好 這個 這是我很年輕的時候 然後這個人 那個台灣人說 那個男人 那個 四十歲的男人好像剩一支嘴 所以你要小心 這個人講話 你覺得好像聽起來很爽的時候 其實你要很有意思說 這個人講的是不是真的 大概概念上是這樣 那如果這個人講話的時候 你覺得很不舒服的時候 你更要想 為什麼這個人講的東西 跟你的經驗很不一樣 以至於讓你覺得不舒服 大概概念上是這樣 然後我的經驗是 不舒服比舒服要好 因為舒服是什麼 聽得很爽之後就忘了 這是我的經驗 尤其是在自立裝修這件事情上面 你聽得很爽 你覺得你會做 但是通常往往 你真的下去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沒辦法 好 這是我的經驗 好 那那個 先談那個裝修的起手 就是我們一般房子要裝修的時候 大概概念上就是說 要找設計師還是自己來 那請問在座各位 如果 不管你有沒有裝修經驗 你要裝修 你要裝修 你會 你會 你會找設計師的舉手 你有找過設計師的舉手 那你不找設計師 打死都不找的舉手 沒有 都想找設計師 是不是 都想找設計師 好 那沒有問題 好 那你要找設計師還是自己來 好 大部分都一開始會先問 好 那真的可以自己來嗎 好 就是你要自己來 但你真的可以自己來 那這是一個問號跟經濤號 好 那 所以我們應該是先從裝修的市場 就是先了解 裝修的現實是什麼 好 然後再來看說那有什麼可能 好 那先講我們屋主在裝修的時候 有三大合作對象 我們有三大合作對象 就是設計師 公班跟統班 那設計師就是 設計師就是來幫你設計的 設計師不是設計人 不是設計人 是來幫你做設計的 然後 公班是來幫你做什麼 幫你施工的 那有一個人叫做統包 統包就是來幫你整合公班的 然後如果 如果設計師接了工程 他就叫統包 因為他負責來 我們這個真的有 有雷射嗎 沒有 好 就是你會發現說 你的統包要來指揮公班 那設計師如果接了什麼 接了工程之後 他就變統包 那屋主的角色是什麼 屋主的角色就是永遠的甲方 那甲方在法律上的定義是什麼 甲方在法律上的定義就是 他是提出需求的人 以及他是付錢的人 這樣可以理解 就很單純來講 甲方 甲方就是提出需求跟付錢的人 那其他人都叫乙方 那你的合作對象基本上 你的合作對象基本上 有三個人 然後如果你全包了 就你一個人 就是你負責做設計 然後呢 你負責做施工 然後你負責做施工的時候 你連同胞都不用 因為你自己就是公班 好 各位這有沒有可能 各位這有可能 但是可能千分之一 可能千分之一 好 那如果我們從裝修的成本來看 剛剛的那個合作模式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 台北市30坪 台北 我講的是台北市 台北市30坪老屋現在 現在的行情是 如果是高標 就是你做的 做好做滿 各位 做好做滿是到這裡 就是那個小孩才選擇 大人權都要 做滿的 基本盤應該都在12萬 而且是起跳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不講的是那個 真正定義上面的有錢人 就是講 就是他有足夠收入 可以做這件事情的人 好 那各位看 簡單講 我們剛剛講那個請師傅施工 有沒有 三個角色 有一個叫請師傅施工 就是這個土黃色這一個 然後假設他的總金額 是360萬的話 有一個人叫做同胞 同胞他來負責統合這個 所謂的公班 就是這個土黃色這一塊的 師傅們來做的時候 他大概會賺15% 他會賺15% 就是360萬的15% 那如果是設計師 設計師他如果接了工程 做設計又接工程 他會先拿一個設計杯 那台北市現在的設計費 平均行情在5000上下 然後如果有知名度的 大概都七八千 大概概念上是這樣 然後他如果 因為我說他如果做了工程之後 他就是同胞 可是他的同胞利潤率 90萬比72萬高 因為他要20% 那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 你請設計師他做工程 你會覺得怎麼樣 你可能會覺得他做的 他做的比較好 對不對 而且他先接觸 你先接觸他 概念上是這樣 好 那同胞為什麼會比較低 因為同胞是要來搶設計師的生意的 所以他要比較低一點 好 那他們做的事情也不一樣 很可能一樣 但很可能也不一樣 好 但沒關係 反正你會發現 如果 如果你單純請師傅做的時候 跟你請設計師做 這個中間價差是112萬 好 那我現在講 如果是 我就不講12萬以上 我現在講做低標 低標的話大概是1平6萬 然後如果低於6萬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 有 低於6萬 這邊已經有 這邊已經有 有一個很好的證明 低於6萬 那低於6萬叫做什麼 低於6萬在我的說法裡面 叫這不做那不做 可以理解 就是這個不做那個不做 所以就可以低於6萬 各位 你給我1平1萬塊我也可以做 就是這不做那不做 可以這樣可以理解 好 那就是各位 從mini碼到mass碼 我都跟你講完了 那就花這麼多錢 好 有沒有很多錢 各位有沒有嚇到 500萬 台北市30坪 大概現在常出現的數字 含設計費含工程大概500萬 然後低的話 其實最常出現的應該是200萬 就是不找設計師 然後自己發包 大概200萬應該都可以做 而且還可以做得 不會太差 因為40萬就可以做了 你們40嗎 而且很溫馨嘛對不對 好 那個40也可以做 200也可以做 500也可以做 好 那你花的錢最後會發 你花的錢 你給工班的錢會花到哪裡去 工班的成本分析裡面 其實主要是材料跟工資 那他有時候不一定各佔一半 有時候是材料比較多 工資比較少 但是平均起來 材料跟工資都佔七成 然後那個師傅或師傅老闆 他要多賺三成 因為三成要拿來做損耗保固跟風險 好 然後各位 這一個30%就是我們現在市場法則上面 常常要有的利潤率 好 所以你給師傅的時候 你就是要給這麼多 好 那在概念上是這樣 好 但是現實是什麼 現實你就會有很多糾結 然後糾結就是說 你可能 第一個你可能 你的是現在政府規定要做室內裝修 而且越抓越遠 然後越來越不能違建 那你可能需要做合法變更裝修審查 那室內裝修審查 台北市的行情是 兩階段的室內裝修的審查的簽證 平均行情是8到10萬 新北市大概再多1到2萬 因為新北市比較難搞 好 那你如果要合法 那你就要花8萬 好 但最困難的是什麼 你想要合法 但是你又合法不了 那你要合法還不合法 對 這你就會選不合法對不對 邏輯上就會變這樣 或者是說 我們陽奉陰偉 我們陽奉陰偉就是 我們表面合法 但我們實際上不合法 或者是還有一種 就是我們賭 我們賭我們不合法 是不會被抓的 所以市場會有很多這種變化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屋況 你是30年老房子 你是新城屋跟運售屋 你需要整理的成本 跟整理的條件都不一樣 特別是30年老屋就是屋況比較差 然後需要幾乎做大幅度更新 那新城屋建設公司都幫你處理好的 那你只是做什麼一件事 你只是做 你只是提前斷頭 因為你提前把該給的錢對不對 先給了建商 因為我昨天才陪客戶 下去台中買房子半個小時 3600萬看就います 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都不能問 什麼都不給資訊 但是就告訴你 你就是簽了 各位 買屋市場現在變這樣 各位 我的客戶 我的客戶是高知識分子 對 而且是專業人士 但是也只能這樣買喔 不然他就變成 他買不到 各位 然後建設公司 建設公司誇下豪雨 要在昨天開盤 昨天開盤 他發下豪雨 三天內要封盤 你信不信 好 我可以告訴你 我跟他講說 我估計你兩個禮拜內會封盤 各位 我很客觀的幫他 跟戴銷說 你們大概會兩個禮拜 才可以封 但是兩個禮拜也很誇張對不對 好 那個房子三千六 好 那預算 那預算一般就是 你如果預算多一點的時候 你就會有意識到說 你有預算的時候 你可以找設計師 然後你可能預算少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想都不要想對不對 那有的人是不知道 知道跟不知道都沒有關係 反正他就是去找設計師了 大家看一下 那我的經驗就是 會看你的預算 你的預算如果太低 你就不容易找到專業者協助你 無論那個專業者是什麼 是好還是壞 然後再來就是專業效益 就是我們要花一筆錢 請專業人士幫我們處理的時候 它會涉及到你對CP值的評估 然後通常CP值的評估不是最便宜 而是什麼 而是要達到性價比最高的時候 通常有一個門檻 所以你如果連那個門檻 就沒有達到的時候 你可能很難找專業人士 那最後兩個是什麼 回到個人身上 就是那個風格跟美學 那我們一般都覺得 專業人士的設計師和美學 比個人美學好 其實未必 而且如果你的個人風格很特殊的時候 勸你千萬不要找設計師 因為是一場災難 因為世界設計師的美學 在市場上 是有一個主流的規格 那你自己不是那樣的時候 你可能會 又花了大錢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歐 但是如果你找到一個專業者 設計師他的美學 是你很喜歡的 然後你也買單得起的話 那就是 那你就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最後就是屋主 屋主的人格特質 你有沒有時間 然後你的人格特質 你會不會容易緊張 或者是你是資訊控 但是你會收集資訊 但你不會整理 這個都 還有溝通能力 這都涉及到了 就是你到底要找設計師 還是不找設計師 已經不單純是錢的問題 好 那這是現實上面 要去處理的 好 那有沒有什麼解方 就指路明燈 有啊 那對我來說就是 剛好比最好的自立心房 這個力就是 佔力的力而不是力量的力 因為我常常說 整理房子從來不是一個人的事情 你不可能一個人整理房子 就算你自己整理房子 也有仰賴於你整理房子的知識來源 那些知識是來自於這個社會 給予你的 就是我們說 站在知識巨人的肩膀上 你沒有知識 你沒有辦法整理 你有勞力可以整理 但你沒有知識 你沒有辦法整理 好 所以你自己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自力 力量的力之前要先自力 就是你要先有能力先讓自己可以去處理這些事情 然後那我會建議選擇的是 因為剛好比最好更好 各位不是追求最好 因為追求最好的成本很高 你如果沒有那個預算 就不要追求最好 這個邏輯上是這樣 好 所以就剛好就好了 好 那剛好 剛好誰不會 剛好誰不會說 那什麼叫剛好 剛好就是 不是最好 跟最亂中間的那一個 但是 對啊 邏輯上是這樣 但是那個 那個尺度會放在哪裡 那有一些 有一些準則可以參考 就是 剛好的材料跟工法 就是 我們現在的材料已經走向很多 你會發現很多可以DIY 而且 有一些很DIY的東西其實很專業 而且很專業是什麼 很專業到 連我們專業人士都在用 都在用什麼 都在用很 很專業又素朴的工具跟材料 好 那這個是一個最黑暗也最美好的年代 就是 你現在多了很多材料跟工法 材料 材料跟工具你可以使用 好 所以這個叫做 剛好 然後你不要一直想要用那個最好的材料 各位 你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通常你看起來很美的有沒有 很美的東西 都是屬於那個最好的材料跟最好的工法 那各位有沒有那個很美的東西 但是不用太花錢 有 有一定有 我們經驗還蠻多的 只是說 它不會是社會的主流 如果剛好 你要的就是那種主流美美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相對辛苦 好 然後 在概念上面 你要看重自己來的意願跟能力 就是在概念上 你要看重你自己來 而不是說 我什麼東西都交給專業人士 然後因為你專業所以交給你 不是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勇於去實踐你對生活的想像 各位 我現在講的這個都是動詞 而不是形容詞 要勇於是動詞 實踐是動詞 好 就是你對家的想像 然後 最後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你要落實 你要落實一個信念 就是一個家的設計師只有一個人 請問是誰 一個家的設計師只有一個人 各位 我叫設計師 我不是你們 各位 我是設計師沒有問題 但是你是屋主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你要做一個什麼 你要做一個家的設計師 因為你才是你們家的設計師 這樣可以理解我要表達的 不要沒事就把你的什麼 你作為一個家的設計師的主導權 交給一個專業人士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 那 這個是我的自立心法 然後 後面 很抱歉 後面有50張PPT 在step by step 告訴你怎麼落實這件事情 好 因為時間有限 我就大概挑了一些給你們看 我還有幾分鐘 你看 對 好 來 那還好 那個設計 因為我們 我們 大概我們的裝修工作裡面分兩大塊 一個就是設計跟施工 設計規劃跟施工 那我們設計師以來是有 比如說先講 我們挑了幾個東西看 比如說你的裝修需求 可以有文字畫照片畫圖片畫立體畫 其實不是只有設計圖 那我們專業人士一定畫設計圖 而且我們都用Auto-K畫 我們都用Sketch-Up 然後我們都用3D渲染 這沒有問題 但是一般人士其實 你可以不用 你可以不用那個方式 就可以做出那個所謂的設計圖 好 那各位 這個是我協助過的一些人做的 而且每個人的創意都很 都很讓我驚豔 像 這是手畫的 然後這是畫在方格子 然後右上方是Excel 然後下面是3D屬意Home 這個都是很容易 那比較驚豔的就是Excel 好 我們Excel叫試算表 Excel可以拿來畫圖 誰不知道 但是誰每一次會拿Excel來畫圖 好 Excel 那個Microsoft家族的軟體 最難用的地方就是 它在畫圖的時候 PowerPoint的時候 插點的時候 它會 它沒有辦法定位對不對 它那個 Excel的好處是 它可以先做方格子 這個就是方格子 然後它那個定位的時候 它可以很精準定到那個位置 然後你看到上面的那個 什麼 浴缸什麼 都是那個屋主用手畫好了之後 拍照剪下來 然後插進去 各位有沒有很厲害 這不是我教他 這是那個屋主 因為 因為我習慣做引導式的工作 然後引導式工作 你會發現那個 人民是有力量的 而且創意無限 真的超厲害 然後問一問 根本做 根本跟科技也沒有關係 好 那這是 圖面畫跟立體畫 然後你看 那裝修實體畫是 你畫的那些圖到底 到底長什麼樣 其實可以透過 透過這個 2D 我稱之為2D指 叫做2D 就是做2D的 然後有時候還可以做到2.5D 可以做到2.5D 然後這樣放樣可以 可以讓你知道說 可以讓你知道說 你的空間感是怎麼樣 而且工具很便宜 現在這個超級便宜 好 那個是設計 那自己幹的是 自己幹的是 像這個是那個 大家可以查一下 那大溪解放咖啡 它的那個 那個咖啡館的房子是 是房子 各位右上角 房子是重新蓋的 房子 而且是自立造物 那我是去做 我是去協助做裝修 但是 然後你看那個 房子 房子就是屋主跟一群人自己弄 然後 然後到裝修段了之後 下面裝修段了之後 我就協助 我就跟他一起弄 那有一些是我做 有一些是師父做 然後有一些是他做 那個穿紅衣服的就是屋主 就是咖啡館的老闆 大概概念上是這樣 這是大溪解放咖啡 然後那個 這個是我協助我一個朋友 做屋頂防水 我教他怎麼去找吊車 然後教他怎麼買材料 然後教他怎麼 就比較像這個就是我示範給他 他示範給他完了之後 我就丟著 那你來一次 然後來一次他做了之後 一定做得不好 如果做得好怎麼樣 他可以讓師父了 因為欠栽培 缺栽培 好 那他這樣子做了之後 他大概花 他給我兩萬 我跟他框了兩萬塊顧問費 然後他總共花了十萬塊 材料費嘛 就花了十萬塊 叫吊車啊 買這些材料 然後這個屋頂防水 這個屋頂防水 大概我可以打大概七十分 然後如果用七十分去換算 他應有的預算 大概我認為是大概三十二萬左右 所以各位他省了幾萬 他只用十萬塊做了三十二萬的事 但他做了一年 而且我告訴他 你不可以找別人做 就是我賺你兩萬塊 我只有一個要求 你不能找別人做 因為我想知道 那個DIY到底可不可以 那他做了一年他就做好 做好之後你知道嗎 他後來想要接案幫人家做 他後來想要跟他的房東談說 像那個 像那個DDO他們一樣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 那個 讓房東去折抵那個房租 好 然後我就在講 那裝修 裝修可以自己來對不對 各位蓋房子也可以自己來 這個是我大概六七年前 帶的一群中學生 這一群中學生 現在已經大三大四了 好像還有研究所了 因為它是一個混零的 混零的自覺 好 那我們就帶他做 就蓋房子 然後蓋了一個這樣的房子 這個房子的材料費只有 只有20萬 好像很像茶屋 一個很小的 一個很像的model 就是這一群人 好 那 最後問大家說 那你聽了這一些之後 那找設計師還是自己來 好 各位 那那個 對我來說對不對 流著淚也要自己來 因為很辛苦 就是你要自己來很辛苦 花錢 各位 花錢沒有比較 花錢是另外一種辛苦 因為你找到不對的人 你也很辛苦 邏輯上是這樣 所以 自立的概念就是 你自己要做功課 然後你自己要有一些定件 以及你自己要願意嘗試去做實驗 大概我的邏輯是這樣子 好 好 那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總部空間生產的阿德 對我們 裡面講了很多其實 在講裝修 雖然好像都是找設計師來 但其實 裡面有 那個 可以上來 對 然後雖然 在講裝修 但其實裡面都還是有非常多的 東西是 可以去調整的 那 這件事情其實阿德是一個專業者 那其實我們也需要業主 或者是像我們是房客 來去做了解這些知識 那其實在了解的過程裡面 我們一直覺得 了解這件事情不能是個人的 因為每一個人都要 知道這麼多東西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那我覺得接下來 盲草星這邊可以跟我們分享 就是 那今天作為一個 就無家者陪伴組織 在做友善住宅的時候 怎麼樣讓無家者 然後還有組織 可以一起來去做出一個 就是友善的住宅 那我們交給 盲草星 大家好 我是 這樣聽得到嗎 我是盲草星的淋雨 那我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我們在做 協助無家者住屋上 碰到的一些困難 然後跟我們做過 什麼樣的嘗試 那在開始之前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 為什麼人會流浪街頭 那無家者的成因 是複雜的個人因素 跟結構性的因素 比如說像是 個人經濟的因素 像是失業 或者是身心因素 像是他如果 受傷 他沒辦法做原來的工作 那 人際關係斷裂 是比如說像家庭 跟家庭的關係不合 這種的 那結構性的因素是 可負擔的住宅短缺 就是房子租不起這樣子 那 還有福利供給不足 是 比如說台灣的低收入戶很難申請 然後 另外是就業機會短炒是 比如說原本有些勞力需求的工作 但是他後來就是外移了 所以這些原本做勞力工作者 就沒有辦法 就是 就是有其他工作機會 那 就是 他是一個這樣的多重困境 那在經歷各種 就是一點串不幸之後 然後又 耗盡他自己的所有的資源 比如說耗盡存款 那也沒有人可以協助他之後 就是真的走突入之後 就只能選擇流浪 那在可能流浪之後 他可能會接觸到一些像社工 社福系統 可以協助他再次租屋 但是 呃 因為 無家者他缺乏社會跟經濟的資本 所以一旦風險 就是生活又再次出現變動的話 他很有可能會再次流浪 那 我們是盲草心慈善協會 我們以 就是協助 就是協助自力跟社會溝通兩大主軸來做 我們的 遊民的服務跟方案 呃 希望能夠改善無家者 台灣無家者的身 就是面臨的困境跟生活的 就是生活的一些 困難 然後另外也是希望可以跟 就是讓社會大眾更了解無家者 可以進一步破除污名這樣 嘿 那我們這個友善住宿的方案 是從我們的自力支援中心 就是我們的收容服務延伸出來的 我們在 呃 市區 台北市區的民宅 承租一般家庭式的房間 然後以低密度的收容 那希望可以在 這個地方 呃 再加上一些 就是我們以比較彈性的管理方式 希望可以達到一個 呃 平等尊重的一個友善的居住空間 那在入住之後 社工會跟無家者討論 呃 個人化的儲域目標 那 就是無家者 希望可以穩定居住之後 他可以 呃 在這邊存到一筆錢 比如說他可以在這邊找新的工作 然後比較穩定一點的工作 或是處理一些醫療的需求 那 呃 或是 呃 或是法律上的一些協助這樣 那 存到一筆錢之後 我們會最終會希望他可以回到社區住房子 那 這是我們的收容所的大概長這個樣子 就是像學生宿舍 然後也有家庭 就是 客廳跟廚房這樣 這個可以希望可以 就大家可以在這裡有一些交流跟互動 那租屋成功 看起來是一個流浪的終點 但對無家者來說 這只是剛進入社區的一個 第一個 第一小步而已 那 對於 缺乏經濟跟資本 社會資本的無家者來說 他想 就是 租屋這個 費勁 一番利器的 一件事 就是一個目標 很可能會就是 因為一點生活上的變動 又會再次 他必須放棄住宅 然後又要再回到流浪 嘿 那比如說 一個派遣工 他大概一個月 派遣的清潔工 他可能一個月 大概領個兩萬塊 然後 兩萬多塊 然後租一個 沒辦法申請租金補貼的亞房套房 那 他只要今天這個公司沒有標到案 那他可能就是 就會馬上失業 然後 因為他沒有租金補貼 所以接下來 他就要面臨 兩三個月 就是沒有收入 然後又 一直 不斷的有生活費 跟房租的支出 這樣子 那 就兩三個月他之後 可能就要再回到街頭了 這樣 那其實我們的服務經驗就是 大概 一年大概如果扶住十個人 可以出去住房子 好了 可能五六個人 會再 就是又出現一些生活上的變動 所以 這樣子 讓服務的不斷的 就是 輪迴其實是一個蠻沒有效率 跟沒有效益的一個 做的方式 這樣 所以我們的友善住宿 是希望可以在 進入社區之前有一個 可能是一個練習 或者是一個 最後一個方向 就是更習慣 跟就是 更習慣租屋 跟 就是更安全的一個 希望可以 讓這些租屋的五家者 可以不要這麼快 又 掉回街頭這樣 那 那我們透過 就是協助五家者的租房子 然後跟進 就是租房子之後持續的關懷 跟跟進他的生活 那 希望可以 在 他的風險出現變動的時候 我們社工就可以 即時介入 這樣子 那 這是 目前執行到現在的狀況 就是 穩定租屋之後 個案的生活 其實明顯有改善的不少 然後也可以開始去想一些 自我實現的東西 然後 另外也會促進 個案可以參與一些社區的活動 那 他們也在這些活動 跟 這些社區的組織 當出自己的人際網路 也可以更獨立的生活 那 再加上 就是今年開始的自工陪伴 是 透過自工的 客製化的一些 陪伴這些個案 那比如說 我們有一個中風的個案子 有辦法在 自工陪伴下 可以在社區做一些復健 那不會這麼快就 需要 住進機構 或是更糟的 狀況 那我們是用 怎麼樣的 方式 希望改善租屋的環境 跟增加租屋的選擇 那 我們目前 就之前想到的策略是 增進住宅資源的使用 跟 增加屋圓這樣 那 住宅資源其中一個是 租金補貼 那在講租金補貼之前 我們先 講一下 無家者租房子的一些條件 就大部分的預算 大概就是五六千塊 可以拿出五六千塊這樣 那 希望 大部分都會希望有 可以申請租金補貼 那有些人會需要 就是入戶籍這樣子 然後 還有一些是 如果他行動不便的話 他會需要低樓層 或者是 有電梯 然後大部分都是 五六十歲 或是更老的 單身 單身的男性這樣 那這個族群其實在 我們的租屋市場上 是很難找房子的 就是房東大部分 是想要租給 上班族年輕人 然後有正職工作 然後有些四十歲以上 其實就沒辦法租 就很久的 斜斜再聯絡這樣 所以就是 租金補貼真的可以 幫助無家者很多 但是 他們是比較 就是 他也是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的租屋黑市 就是房東不想給 讓租稅市 就是出租四十曝光 然後也沒辦法改善 這樣子的租屋歧市 所以他們其實在 就是租房子 還是碰到很多的困難 那我們的租金 租屋補貼的政策 其實也變了很多次 那 有拿掉一些不好用的地方 比如說早期 租金補貼會要求你居住地 跟戶籍地要一致 那其實就變成說 每個人都要入戶籍 那就是變成是一個 非常困難的一個狀況 然後 然後 當然有一些做一些放寬 比如說增加申請提示 但是也有一些不好用的地方 像 後來改成說 我申請的當下 就要減付租約 但 對無家者而言 就是 我不知道我的資格 到底有沒有符合的時候 其實 租屋是一個非常大幅的風險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如果萬一 沒有辦法領到租金補貼 那他可能每個月 還是要有這筆租金的支出 那 所以變成說 我們這樣子的瓜居 其實 一直都還是會有人 只能住在這種地方這樣 那另外一個是社會住宅 也就是雖然說 現在陸續都有在蓋 但是 屬於一種深多週少的狀況 那我們 以台北市的評點制來說 遊民目前只有加三分 基本上是 不可能抽得到的 那另外就是 社宅其實是一個有點貴的 目前是一個有點貴的一個居住資源 那對於一個第一階的這個補貼 他們生活費在一萬八千多塊以下的 這群人來說 一個六千塊的房租或是更貴的房租 其實是 就是對他們生活來說 這支出是有點高的 那我們也有曾經發生過 就是 胡佳哲他那時候是低收入戶的成分 他去抽到社宅 可是因為租金太貴 所以沒辦法就是 就是承住這樣 然後再來是 社會住宅包住代管這個政策 他是 政府推動說 讓 專業的租金公司來管理 希望每一盒 房東跟房客 然後可以釋出一些 平常房東無力管理的屋元這樣子 那 他有一些好處是 我們一定可以申請租金補貼 然後也可以入籍 但是 就是 他的租金其實有點貴 然後 因為政策關係 我們一次 弱勢者都要繳巨款 就是原價的巨款 兩三萬的一組二雅 那其實蠻多的 弱勢是沒有辦法負擔的 然後他的整個 整個遊戲規則也是蠻複雜的 那對於 就是他是經過這樣子一二三期的 還有什麼工會縣市版的版本 然後 對一個弱勢者來說 他其實不是很好理解這種東西 然後再加上這個社宅 他其實還是有很嚴重的租歧視 就是 房東跟仲介會篩選房客 他會挑他們覺得比較好租的 比較不會出事的房客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 我們的政府好像沒有要檢討這些 業者到底品質怎麼樣 所以 我們也很常發生就是 業者會要求這些弱勢者需要 代聯代保證人一起簽約這樣子 那我們是怎麼透過我們的服務去 改善這些居住資源不好使用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會做租屋的輔助跟居住的管理 像是我們會跟房東說 我們把這個 如果你租給就是我們租給這個房客 但是我們就是會持續的服務他 那如果房東有需要協助的話 我們都會介入 那希望就是可以讓房東或業者 可以比較放心 就是這個租給這個弱勢者 不會造成他的麻煩 或是讓他的房價下跌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情況 那居住管理的話 我們會希望就是這個層租的房子 可以更符合弱勢者的需求 比如說如果他是一個空屋 我們可以協助媒合家具這樣子 或是做一些簡易的修閃 讓他更符合弱勢者的需要 然後我們也會就是協助代管 就是讓這個租賃的關係更加的順暢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還是需要持續參與倡議 就是有跟祖盟這邊一起去跟那個 公部門表達說一些無價者的需要 然後再這樣我們也會協助弱勢者做行政 就是訴願或訴訟這樣子 那早期我們都是就是以這樣子的服務 那是比較是單點式的 那就是哪邊有比較友善的房源 我們就來媒合房客 那其實造成的結果是 因為房客只要一退租 就那個房源就會流失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要不斷做陌生開發 跟就是要不斷再退租 再承租這樣子的過程 其實這個成本是很高的 那再加上我們其實也是希望可以發展出 一個我們自己的居住模式 就是我們會期待說房客有自己的房間 然後也有一些公共的空間 可以做一些交流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們就開始就是陸續在找房子 但是初期的時候也是碰到了一些困難 像對房東來說 我們的這個模式其實蠻複雜的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合法的 我們是法人 我們不是很租賃業者 所以我們要再去找一個租賃業者 然後跟房東說你要跟那個租賃業者簽約 但是是我們想租這樣子 所以就是蠻可疑的啦 然後也很難理解這樣 那再加上如果我們不要賠本座的話 就是我們不要自己貼錢 貼房東就是貼弱勢者負擔不起的錢的話 基本上我們在跟社會住宅包租貸管 搶同一塊的那個屋元 所以房東其實乾脆加入包租貸管會比較利多啦 那基本上輪得到我們的房子 都是一些需要花大錢整修的物件 那早期我們其實不敢就這樣子投資下去 那後來我們目前的居住空間是房東他來找我們 然後他希望他可以把他閒置很久的房子 做一些改造 然後所以我們就跟他們推了這個計畫 那目前的狀況是由合法的中介業者來做包租跟專租 那我們這邊做管理跟房東的接洽 那我們的整個修繕的經驗呢 就是一個門外換社工逛室內裝修大官員 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那早期其實我們也有做一些比較小型的修繕 就是我們看到一些一房一廳 那他這個空間如果看起來適合住兩個人的話 我們就可以跟我們會分房東說 那可不可以讓我們我們會把你的房子復原 那可不可以讓我們多鑽一個隔間 就是我們可以讓這個房子更有效益 可以住兩個人這樣子 那所以就我們會請五家者 就是有這些技術的五家者來做隔間修柵拉電線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但是這變成一個30坪的空間之後 我們就碰到很多我們不是不專業所以產生的困境 像是估價怎麼估 然後我們到底要捏多少預算 到底這些東西要不要自己做呢 然後還是要直接請專業這樣子比較好 然後再加上市中的許可 一些法規的部分也是蠻 蠻困擾的這樣 然後再加上進來這個社區 就是也是發生了很多零幣效應 就是鄰居會覺得我們五家者進來很危險這樣 那修善的後期發生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修善還是跟異工團合作 異工團也會協助我們把隔間啊 天花板啊 然後一些東西都弄好 所以異工團是這樣子大批人進場之後 其實也發生過一些鄰居來施壓跟抗疫的狀況 然後疫情那時候也有拖延到進度這樣子 那但是經過一番波折之後 我們終於有一個理想中的住宅模式 那我們終於可以就是裝房間的分店表這樣子 那這邊租屋就是租屋最大的困難就是 我們就是隔行如隔山啊 就是一些行情啊 估價啊 然後到底這個工程的品質跟後續就是 都沒辦法判斷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碰到問題才有這個經驗這樣子 那異工團這邊是異工團在做隔間啊 然後油漆水電這些東西真的非常的迅速 對他們來說大概四天就可以弄好了 可是因為他們需要大量的人進出這個暗場 然後其實台北的鄰居比較龜毛一點 所以就是碰到很多 跟異工團會期待我們要去處理 然後去協調 但是我們其實 因為我們也只是一個很就是沉住人 其實我們做不到這樣子 那共居這件事情 真的可以解決無家者居住需求嗎 雖然說它可以增加一些亞房套房之外的選擇 然後它的環境也比較好 但是其實真的共居這件事情也發生過很多 就是其實應該都會有的就是生活上的摩擦啦 然後就是其實到底這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 還是說是他們是真的想共居這件事情 也是一個我們值得要自取思考的事情 那就像比如說水電費 我們會常常發生需要去協調一些水電費 跟費用的公平性 然後一些住戶之間溝通上的落差 像吵架啦或是打架啦 其實都有可能發生這樣 那或是有一些精神症狀的住戶 那可能會或是物質使用 可能會影響到室友 那這時候可能下一個租席就 沒辦法讓他租下去我們可能要請他離開 那我們對我們自己來說 這是一個角色的衝突 那我們到底是一個社工還是一個房東 那我們的房客其實會期待我們 是可以做租戶前的仲裁 但其實我們的身份到底是什麼這樣子 那未來這個專案的發展的話 這樣做的兩年多其實我自己覺得 如果未來有機會有能力 我們還是會希望可以再複製一個 友善的一個空間 因為就是這個居住的需求還是蠻大的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還是要持續倡議 雖然說非常辛苦這樣 然後我們自己還留的課題就是像 到底這個住宅是中繼性的 還是他住一段時間之後要 就是他是可以 還是說他要變成一個永久性的住所 就雖然說一些很老的個案請他 那就是再變成一個中繼性的其實沒有什麼意義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一些我們的房源取得 是真的只有從民間市 就是民間的污源嗎 還是說有更多其他取得住宅的可能性 那目前我們之前有曾經嘗試過一些 但是目前還是沒有一些比較有成功的經驗這樣子 目前可能或是比較是未來的課題這樣子 那謝謝大家 謝謝蠻小心的淋雨 對剛剛其實講到除了那個房子要裝修非常的困難之外 其實剛才還講到我們如果要讓一個房子成為是 其實每一個人生活的出發點是他一個安穩的 安生立命的所在的話 其實除了硬體之外 非常多的不管是制度還是旁邊的人的支持 其實都是很需要的 這其實不只是無家者 因為無家者其實也只是一般人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也會 會掉入一個無家者的狀態 那我覺得接下來 風聲公寓的永慶就是要來跟大家講說 如果我們今天要真的自己來經營動 有更多的互助和合作的這些實驗的空間的話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歡迎永慶 好 感謝大家今天來聽我們分享這個 關於租屋的一些經驗分享 那我是風聲工具公寓的永慶 可以想像我就是可能 我其實是一個經營者的角色 但是因為房東給我相對很大的空間 然後所以就是我可以在這個空間做一些嘗試 那我今天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風聲公寓公寓 還有當初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願景跟現況 然後後面如果有QA的時間 大家也都可以一起交流 然後我前面介紹的部分其實會講得快一點點 那如果就是我會把我的重點放在後面 人跟人就是我們真的開始經營之後 一些實際上遇到的狀況 那我自己本身是護理系 然後有一些社會學的經驗跟對合作住宅 合作社合作經濟有一些 有一些幻想吧 然後所以就是 他會回應到說為什麼我們在經營這個空間上 有做這些嘗試 那因為我剛剛有講說我是護理背景 那我就是在過去求學的過程中 然後包括在醫院工作的過程 然後還有就是到護理之家 還有社區長照的一些經驗上 很直接的發現到說 現在台灣就是在高齡的居住的選擇上 其實是非常的少的 因為要把就是你在家裡跟家人自己住 然後你就是去外面租房子 然後可能是你自己一個人住 或者是說你就是住到護理之家 或者是一些費用蠻高的就是養生村這樣子的類型 但因為我們有看到說 國外就是有一些合作住宅的案例 所以我自己在這個風聲共居的經營上面 我就會想說有沒有可能是去模仿 然後或者是就把國外的一些模式 帶到台灣來嘗試看看這樣子 那我們的風聲共居公寓 大家看到這個建物本身就是 就是我們實際上的建物 然後它是一個五層 它五層樓的就是算是華夏 就是電梯的大樓這樣子 那我們是2018年的時候開始蓋 然後就是是新建的 然後我們算是私人持有 其實等同於是我家裡的長輩 好幾個長輩他們出資 然後讓我來管理 那所以我們是有私人的投資 然後但也有帶了一大筆的費用 來作為這個新建的成本這樣子 那我們自己在抓這個租金的部分 我們是就是套房 其實套房因為我們就大概八坪到九坪 室內十坪不含公社 然後所以其實抓起來 就是大概一坪一千塊左右的費用 但因為剛剛像前面講的那個 就是像是申請補助啊 然後簽戶籍啊等等的 我們這邊都是有獨立門牌 所以可以都很鼓勵住戶去申請 所以像我們之前其實有遇到 有一些可能它是低收或中低收 然後又有小孩子 最多我目前遇到的是 有租金補助就是八千塊 然後他住套房這樣子 但那個就很看他們個人的條件 所以總之我們的房租是這樣 那因為我們是總共有三十個單位 就是套房或兩房一庭 然後大概是五十個人左右的空間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 我們是在地圖上面 星星的那個位置 那我們離醫院火車站 其實也都還蠻近的 那我們就是一個大概四十 地坪四百五十坪 然後就是有一些社區的空間 就除了大家自己住的空間之外 也有一些社區鼓勵大家互動的空間 然後另外也有一些辦公室出租這樣子 那這邊可以看到我們隔壁有國小 然後也有就是那種鄰居的很大片的菜園 其實這片菜園是預計明年初的時候 要以就是風聲共居公寓這邊的模式再蓋 會再繼續擴大 就有要再蓋這樣子 但就是未來會怎麼經營 目前其實也都還在討論 那總之是我們是一個這樣子 就是照片的部分我就比較快速的帶過 然後這是我們公共空間就是有一樓 就是有泡茶的地方 有桌球桌 然後有沙發區的 然後多功能教室 廚房等等的 那剛剛上面這一個是我們二三四樓 其實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它就是一條走廊 然後旁邊各五間 有一層樓是有七間的套房 跟三間的兩房一停 然後就總共十個單位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三層樓出租 所以就總共三十個單位 那格局算方正 然後就是採光那些也都還OK 那這是從開始蓋的那個時候 就是陸續一個一個東西上去之後 不一樣的樣子 然後像我們的 我們這邊因為最開始就是想要做高齡的租屋 所以我們就是像有住戶 他是有在使用長照服務的 他就有申請政府的補助去安裝這個扶手 那對我這邊而言 因為反正我長期就是要做高齡的租屋嘛 所以他裝了之後 我們的合約上面是寫說 退租要恢復原狀 但是有一些彈性是說 如果他退租之後 這個真的要留給我 那也是OK的 那另外就是我們自己室內私人的空間裡面 其實就有流理台 然後基本的家電都有 就是冷氣電視冰箱這類的 然後還有就是陽台 然後有自己獨立的洗衣機跟就是 我們的衛浴就是很簡單啦 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 我自己有想要追 就是蠻希望是一個平價可負擔的空間 所以我們沒有追求什麼很華麗的裝潢還什麼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個基本款 然後讓大家入住之後 跟隨他就是隨著他們自己的需求去做 就是擺設啊然後裝潢 然後其實就可以看到說就是有人入住之後 根據他們自己的生活習慣等等的就是風格 就會有自己的感覺這樣子 那這張圖是就是我們的社區廚房 就是我們就一樓有一個公共的廚房 那我們在講合作住宅這樣子的空間 因為剛剛講那個高齡友善的租屋這件事情是 我們其實希望大家還是有自己私人的空間 可是他在他有更多的 但他縮小一些他自己私人的空間 然後讓這個資源是變成公共的空間 那他不會說整天都待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他也還是會有點被迫要去社交 或者是就是跟人群接觸的那種感覺 去設計這樣子的空間 那所以其實公共廚房 他就是一個很 比較常會有住戶在那邊交流 或者是反正你要組東西 你就是一定會遇到其他的住戶這樣子 那另外像多功能教室 這個是就是社區像我們 這是我們之前有辦那個就是二手衣服交換的一些活動 那剛剛前面也有快速的提到說 我們其實有農田然後有停車位 那像之前就是蠻多住戶有在種菜的時候 蠻有趣的是說我們原本覺得說 可能只有部分的住戶在種菜 他們會去關心就是這些菜的狀況 但後來我們發現就算沒有種菜的住戶 他們其實也都會看別人的菜種的怎麼樣 然後就讓社區有一些交流跟互動 那另外是因為我們有一些住戶 他可能有一些做饅頭 就是反正就會用就蠻會做一些傳統的食物 然後就之前也有在社區辦這樣子的活動 然後這是然後旁邊那張是 我們之前有開社區的住戶大會 然後就是一起想要討論 就是社區的各種事情 但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因為我剛剛可能沒有講到 我們是在台中風源 然後就不是在人口很密集的地方 所以我們其實在找租客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能夠 我們其實沒有那麼 我們不像台北會這麼功過於求 就是我們其實 不是 反正就是供需上面 我們其實是 差不多空出來 就是也要找一段時間才有訪客 就不會說很多訪客讓我們挑這樣子的情況 然後因為我們就是一個比較郊區的空間 所以我們其實 然後我也有來自金主的壓力 就是要趕快把人塞滿 所以我們在這個整個過程中 雖然我們想要run一個合作的社區 但我們其實並沒有很嚴格或是很嚴謹很認真的在篩選住戶這樣子 所以我後來其實我們大概開了兩次社區的住戶大會 然後有發現到說 對我自己原本的想像是 這樣的大會讓大家有一個討論社區 可能有沒有什麼要改善或什麼的 或一些公共事務的討論的東西 是一個 我自己覺得它是一個算是福利嗎 或者說它是一個好處 就是這是對我來講 能夠參與這件事情是一個好處 但其實對我們大部分的住戶來講 它就是有點被房東逼著 就是我也不想要討論什麼社區的事情 但是好像房東說要來我就得要出現 然後大家也沒有什麼意願討論 然後但是其實大家是有意見的 就是大家對公共事務是有意見的 可是大家並不習慣這樣子的討論的模式 就是在以台中我們比較郊區的地方來講 其實可能是比較是這樣的狀況 那這是另外是泡茶桌的照片 那我們的以建物來講 我們就是剛剛講 我們算是2018年開始規劃 然後2019年開始動工之後 到2022年的年初蓋好 然後蓋好之後就是開始正式營運 那其實我們這邊因為它不是一個很大型的案子 去從頭開始規劃說我們想要推動公居 我們想要推動合作住宅 比較是因緣際會下 我這邊有這樣子的機會跟資源 然後去嘗試想要往合作住宅的方式推動 所以對於出資的人而言 他們的基本 他們基本上的想法就是說 你不要 你就是要讓我還得起貸款嗎 就是你基本的那些錢 就是一定還是要收到 然後你可能 你有想要多做的事情 你需要的資金 那你就是想辦法自己去 就是你在經營的過程中你自己去賺這樣子 所以我們並沒有很多人力的 我們並就是沒有沒有很多人力 沒有那個資源去聘很多的人力 來一起經營這件事情 那我們是到了就是招租 算是市營運半年之後 因為招租滿了 然後我們才去再聘一個人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 目前是兩到三個人的規模 在經營這個空間這樣子 但大家可以想像說 其實一般的房東如果他 他其實就是一個人也可以處理啊 所以就是如果他認真的 當一個很嚴格的房東的話 他一個人 他可以租給所有 不會有 就是他可以去挑選 他預期最沒有問題的房客 那他其實一個人也可以處理 這是對我的金主們覺得 他們預期我要這樣經營 但因為我想要撐出一些空間 所以中間有一些討論 然後當然他們給了我一些彈性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就是 我其實我們算是很幸運的一個建築 因為我們在疫情之前就開始蓋 然後我們也是算蓋完的時候 差不多就是烏爾戰爭的時候 所以我們算是建築的成本 整個是就是在我們蓋完之後 整個漲了一波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那個時間點算是進場的非常好 但是也就是在那個 我們開始招租的那個時間點 就是一直升息 然後我原本抓的 就是要用來經營這個共居的一些資金 就是收入的資金 全部都拿去繳利息了這樣子 所以我就是每次看到升息的消息 我覺得臉就會濾掉這樣子 那剛剛一直有講到這個合作住宅的部分 是大概跟大家說明一下就是 反正歐美那邊就是可能會有一些 關於就是這種的住宅合作社 或是合作住宅的討論 那它在台灣這邊目前其實沒有就是 它可以是很多元的形式 然後沒有很精準的定義 那總之我自己會把它視為是就是異象型的社區 就是說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大家一起住 那可能最好是從就是尋找標的物啊 或是從剛剛講那種整修等等的 都是一起設計一起規劃的 然後去形成大家 然後到大家一起住這樣子 那雖然風聲不是走這個路徑 就是我們還是比較是獨資 然後有蓋了一個建築物出來之後 才陸續再找租客 但是我還是想要在風聲這邊 實踐三件事情 就是高齡友善的居住環境 然後就是自立互助的社區氛圍 然後還有就是平價可負擔的租屋的空間 那我實際上 因為我現在其實已經算是在第三年的開始了 就是我們已經有兩年的經驗了 然後我覺得這三件事情同時要推動 我後來還是會 還是會遇到說必須要有一個排序 就是不太可能一下子全部都達成 因為其實單就平價可負擔這件事情 就是我如果不想要漲房租 那我勢必可能就會有一些服務 有一些人力的成本沒有辦法提升 那我可能就會 我就是一直在這個過程中算是掙扎這樣子 那我們有一些願景是像說 我們其實很期待這樣的社區裡面 可以有一些時間銀行的概念 就是說社區的住戶 它可能付出一些事情 然後它未來就可以 它付出一些時間服務社區 那社區未來也可以回饋它一些事情 以帶小孩來講 可能我今天幫別人帶小孩 那明天別人會幫我帶小孩 等等的這樣的模式 那另外是說像 因為在 雖然我們不是住宅合作社 但我們其實也很期待說 台灣未來可以有住宅合作社的模式 所以可以以豐生的經驗或者是說 豐生就慢慢的形成一個住宅合作社的機制這樣子 那因為以目前豐生的形式來講還是租屋嘛 那但我覺得以住宅合作社來講 它可能相對是一個對參與的人更穩定的居住型態 但它又不一定是要一下子拿出一大筆錢去買房 那另外是我們也很期待說 豐生這樣的形式 未來如果能夠有一個好的推動的話 它是可以複製的 然後可以在其他的地方也經營 因為我自己這兩三年吧 一直其實在看說有沒有什麼機會 當然也要等我們這邊更成熟 但其實就會想說 是不是政府有一些閒置的空屋 或者是像學校的宿舍 因為現在其實有一些大學可能也陸續沒有要收起來了 但是那些校舍就在那裡 就會覺得說可能是有機會去做一些複製這樣子的模式 那目前豐生這邊的話 我們是三十戶裡面大概有七戶是高齡或者是生障者 然後有單身十四戶就是最一般的算上班族這樣子 那另外有十四戶小家庭 然後跟五戶的單親家庭 因為就是可能小孩子會比較不受控 然後就容易在社區會有 容易有噪音的問題這樣子 那我們其實之前在社區裡面就是像 他最旁邊的那個小朋友 他是在這 豐生 他是在醫院出生的 但是他媽媽是在懷孕的過程中都住在豐生這邊 然後我們當時其實有一點擔心 他回來豐生這裡住的時候會吵到其他的鄰居 然後 但是後來其實社區是 就是我覺得有一些事先的大家互相認識 然後跟溝通之後 其實社區是很 雖然小朋友確實會在半夜的時候突然有很大聲的哭聲 但其實社區都是大家就是還蠻喜歡這個小朋友 那另外是社區裡面也有高齡者 然後也有就是可能有過動的小朋友這樣子 那就是我原本雖然想要做高齡 但是隨著這樣子一直陸續做 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在招租的時候 其實有發現高齡者 他對於要租房子 他有一個想像是他想要住 他想要住的就是包吃包住包照顧的地方 但是他又付不起那個錢 但是他會把這個期待投射在我們豐生身上 那這種我們當然就是會婉拒 可是非常大比例的高齡者來找 找過來是有這樣的期待的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覺得說 那我們不要只租給高齡者 我們就是擴大我們的 其實我們就是沒有限制 但是我們會 好我們沒有限制 但我們會就是 會 就是 我們會 就是根據不同的狀況去篩選這樣子 那 那後來我自己覺得說 在這樣子的社區裡面執行的話 其實 他才 我覺得這樣的模式 就是什麼樣的人都有 這樣子的模式是更適合 風生 應該說更像一個社會應該有的樣子 就是有高齡的人有小孩這樣子的模式 其實會讓大家是更融合在社會上的那種感覺 這樣子 那我這邊後面可能沒有時間講 就是我們其實在社區裡面 剛剛前面其實都還講到好的部分而已 但其實後面還有很多血淚 其實就是有點像剛剛林宇講的 就是很多人一起住 其實就會有蠻容易有衝突有摩擦 然後我們在執行這種 剛剛講那種時間銀行的方案的時候 也遇到就是各種 計較說 為什麼我付出的一個小時 我想要換更多 為什麼 就是那種 到底我的一個小時跟別人的一個小時 是不是相同的 然後會一直跟社區有一些反應 跟像我們說管理士有一些反應 然後其實是造成蠻大的困擾 然後所以後來 我們目前其實就是邊走邊看 然後 然後再 就是持續的努力推動 那我雖然時間到了 但我再講一下 就是我們 因為我自己想要做的這個多元社區的服務 其實是有一些可能國外的經驗 然後參考想要做 但我實際開始經營之後 發現在一個建築的經營上 它會有非常多需要不同的專業 然後那些基礎其實都需要好好的被執行 大家才可以有好的居住的空間 那我就先講到這邊 如果等一下有機會的話 再跟大家交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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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謝謝剛才四位講者的那個分享 就我覺得在 電視廠裡面大家會看到的是 其實我們 在講租屋的時候 我們重新開始講硬體 然後再來講說要有專業者的協助 那到後來講說我們今天要 如果今天我們是身為經營者的話 該怎麼樣可以一起進到這個場合裡面 那會發生要什麼樣的問題 那我們這邊接下來QA的時間呢 會先以我們在Slido上面的提問為主 那我 大家我想想我們 對好像要看後面 前面的字有點小 對 那我這邊我會用主持人的權利 就我不會一個一個這樣請大家回答 所以 那我們就先從 我就先從大家可以一起 都可以來回答 四個講者都可以回答的題目開始好了 那第一個的話是我想先回答 先問 這四位應該是都可以說一下 就是 第二題就是 他這邊在講說 我們要怎麼樣可以確定自己 有沒有辦法找設計師 因為我可能自己就是因為沒有辦法 確定我能不能找 那所以 所以我才會有這個困擾 那所以我覺得 這一題對大家來說 我覺得可以請阿德分享一下 你自己的經驗 那我覺得其他三位是 畢竟身為業主 比較像是業主這樣的角色 你們自己怎麼樣判斷這件事情 有沒有什麼你們覺得 做得好的切入點 或者是覺得你用什麼方式結果碰壁的 對 看有沒有哪一位要先 大家身邊應該都有麥克風可以直接拿起來用 那我 那我 可以直接來 然後另外是 講者也可以掃那個前面的QR Code 就可以用手機看問題 就是 雖然 這題感覺應該是問蘇大哥 但因為我們 風聲在蓋的過程中 我也是算是全程參與這樣子 雖然是 算是家裡的長輩 做那個統包的角色 然後就是統包旁邊的小跟班 但我自己會覺得 我們 我們 就是 如果要找 如果不找設計師的話 因為我們也是有些項目有找 有些項目沒有找 就是可能要確認說 身邊有資源 有人是有相關經驗 然後可以讓你 讓你諮詢 或者是 就是陪伴你走這個過程 就是我覺得那個經驗還是很重要 所以就是 我不太確定說 像孫大哥這邊是 有接這種就是 想要自己做 然後但是 找你協助的案子 聽起來剛剛有些案例是這樣 我覺得那個 有經驗的人協助這件事情 蠻重要的 我在想說盡量不要講 因為我每次講話都 就樂樂等 概念上就是 第一個問題其實比較簡單 你不知道要不要找 找了就知道 你不知道要不要找 你找了就知道 因為找了你就知道 會發生什麼事 這是第一個概念 然後第二個概念 的確像風聲講的 就是 其實 某種程度上 除了你自己做功課 做功課很重要 但是做功課 資訊這麼多 現在資訊暴漲 中間都資訊都暴漲 那其實 理想上應該 就算你不找設計師 你也要找一個人可以陪伴你 但是各位 找設計師需要錢 陪伴也需要錢 各位 你看 你看我那個 我那個八十幾張PPT 剛剛那一套八十幾張 裡面幾乎所有的案例 都是付錢找我做諮詢 那因為 我昨天下去協助客戶買房子 的客戶要付的代價是一萬塊 然後我預估我大概要去三次 不是簽約我就沒事 我昨天是簽約 簽約之後 因為要不到資料 所以我還得要想辦法 可以跟代銷跟建設公司談 就是那到底 房子到底是長什麼樣 因為預售屋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好 然後 各位看那個 各位如果看我的 我的上面有簡介 我上面的簡介上面有講 就是 我的工作除了做室內設計接案之外 我還有大部分的工作 是在做陪伴性的工作 就是 協助你實踐家的想像 這個的具體措施就是 只要你花錢找我 然後你問問題 只要我覺得我可以回答 我就報價收錢 都邏輯上是這樣 所以 因為台灣的一般室內設計師 主要是以接案為主 各位 我也以接案為主 但是 但是我又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去做 所謂的陪伴性的工作 所以它就會產生 很多就是 比如說 好 比如說 我現在正在石鋼做一個 資地自建 那個 那個資地自建我跟對方 因為是我認識的朋友 所以我跟他匡了五年 我陪伴他五年 做資地自建 好 但是因為全程零收費 好 全程零收費 那我住三峽 好 那些經驗 最後最後轉化說 那我就知道 其實我已經陪伴過 好幾個資地自建 就是做資地自建的顧問 所以基本上的確 比如說像風聲 這一種他要蓋對不對 其實他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去做功課 然後做了之後他會發現 他不太知道 哪一個人說的還是真的 比如說一平幾萬 然後那個房子蓋怎麼樣 然後是不是有符合他的需要 那這種東西比較困難 是台灣比較沒有設計師 或專業者要做 因為專業者想要做的是幫你蓋房子 幫你整理房子 而不是提供你專業知識 因為提供專業知識 有另外一個風險 是專業知識 一旦知識解放之後對不對 知識就變得無價 這個是專業者的 那我沒有擔心這件事情是因為很簡單 是因為 比如說我的專業知識 其實很多來自於你們都知道專業知識 但是我懂得擷取 然後第二 我如果給出了完整的專業知識之後 其實我現在正在生產新的專業知識 所以我根本不怕丟出去 那因為DDIO他長期有追蹤我的臉書 那各位就是用我的名字去搜尋我的臉書 可以看到我的臉書上面分享的東西 那個是我的工作筆記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 我這邊補充一下Rentia的做法 因為Rentia在第一間房子裝修之後 就是我們也發現說大家聚在一起 其實都是裝修菜機 但是我們在就是 比如說在網路上 在社群裡面發 就是知道他出這個裝修的消息之後 也有蠻多 就發現說其實他有經驗 他就很願意跳出來說 我可以帶領你們一起 就是比如說拆除啊 或者是就是做一些粉刷 那我們也會把這些經驗放在 就是G0V的開源社群上面 所以接下來只要你任何有 就住屋的人想要做裝修相關的就是需求 他們就可以看到這些文件 然後知道說該怎麼做 包含你在譬如說要在雙北地區 如何找公班 怎麼樣談價錢 那這些經驗都是就是租屋族 原本就是你可能租到房子 其實你很難確定說你到底該怎麼做 就是踏出你的第一步去做裝修 那所以這是我覺得Rentia就是在這個社群裡面可以提供的部分 林宇有要補充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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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的經驗是 因為我們是請義工團 那義工團其實是有一個義工是設計師 那所以但是因為我們不清楚義工團是怎麼做 就是怎麼去進行這個整個案子的進程 所以有一點是義工團主導這個進度 那我們就配合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算假方這樣子 對所以 所以但是因為其實我們就完全沒有修善經驗 所以等於說也是就是做了之後才發現說 原來這東西是設計師在做的 那這某些東西是同胞 那有些東西是 或是工班之類的 就是各種Mega 就是比如說工班的品質 然後設工程的品質這些東西 就是真的是做的時候才知道的這樣子 那的確是義工團 我們自己有一些經驗就是義工團這邊 因為既然住了一年兩年之後 其實有一些管線的問題 那義工就是 就是剛剛牽扯到這些工程的保固 我們就沒有辦法再 還是就是這些東西就比較 沒辦法再請義工團這些協助 我們就會需要自己 再另外找同胞 或是找設計師來處理這一塊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我們自己的經驗是這樣子 好 那謝謝四位 我覺得剛才講起來這個大家都提到其實知識很重要 那能夠確認知識從哪裡來 和陪伴一起去累積這些知識 其實有很多 但也都是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再來我覺得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挑最後一題 那就是我們前面有非常多提示 都非常關心芒草星 想要問芒草星的很多細節的東西 那這幾題的話可能就要留到我們會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來找芒草星的朋友 那我覺得我也還是在哪一題是應該現在關於可以可複製性的這一題 就是因為其實我覺得也有人問到說 那就是大家提到 雖然他這個應該是在問我看一下 那你覺得接下來有什麼樣可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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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可以複製嗎還是想要怎麼樣做 來 交給大家 那我這邊就先回覆 芒草星這邊確實很辛苦 然後過去這兩年來我其實算是蠻壯搶的 就是一直會有一些自我懷疑 跟就是對這個社會跟人性的懷疑這樣子 那但是其實在經歷的這個過程中 因為我算是在這個剛剛講那種評價可負擔 跟就是要協助更多弱勢的人之間就是在找平衡 然後我後來覺得其實芒草這邊 預計今年會要開始在籌備一個協會 然後我們會用更申請一些社會資源的方式去支持那個 相對需要支持的人的住戶的部分 那其他或者是說像在推動一些社區的 共同自立的討論的這些資源上面就是會傾向說 有協會這邊來去找一些資源然後來 而不是都是讓住戶 因為你說叫房東出錢其實就是叫房客出錢 所以就是而不是都是由我們自己這個單位來進行推動 那我自己覺得它還是有可以複製的機會就是 但是可能就是要找到一些還堪用不會太多 不需要太高的修繕成本的物件 然後可能是由政府這邊提供或者是便宜租給我們這樣子 但是現在確實有這樣子的物件陸續在釋出 就是因為我們自己有做包租代管的就是是包租代管業 然後確實現在釋出的可能都還是需要比較高的維修成本啦 但是就是有一些這樣子的資源陸續釋出 好謝謝詠欣那對那交給下一位那另外一提醒 因為我主辦單位來的壓力我們時間只有到25分 所以就大家可能只有一分鐘 那就是我們這邊的話能不能複製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的財源都來自社會大眾 就是大家的善意捐款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們再評估下一個點 其實還是會希望不要盡量不要花到太大的修繕費 那我們能不能複製其實一部分也有考量說 一些這個專案就是這個基地的一些嘗試 是有沒有到一個極限那比如說下一個想要嘗試的話 我們是一樣要做改房嗎 還是其實因為為了要降低一些人際上的衝突 是我們可以是有機會往分租套房的路線前進之類 這些都是可能就是有點是這個實驗進行到一個什麼樣的地步 就是我們會到那會是看一些那有點會是試到時候的能量 會長什麼樣子這樣對 Renity啊這邊就是也有很多人在問說 第一間房子之後是不是能夠複製 但是就是除了像前面講到說就是租客本身的投入之外 還有一些比如說房東有沒有興趣想要加入這樣的專案 那Renity啊目前在做的其實比較少社會的慣例可以遵循 然後也缺乏一些相關的制度的保障 那可能就是之後的譬如說透過倡議啊或者是一些就是 跟公務門或者是大家就是可能譬如說有善心房東現在聽到 然後就覺得我可以把房間租給你之外就是 我滿想提的是台北或是雙北地區其實滿多空屋就是空屋於屋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自己是覺得Renity啊其實未來應該是就是 還是有滿多機會可以找到這樣子下一間房子的可能性 那我簡單講就是其實我從來不關心可不可以複製 因為它既能複製又不能複製 那原因是因為我的生命歷程裡面我是一個機電設計師 然後但是但是我又做過我又做過社區總體營造 然後我又唸過社會學然後明明我的專長我的本科其實是電技科 那所以我做到最後我只發現一件事情就是我現在能做的就是 在我的在我做室內設計師的這個陣地站裡面去做一件事情 示範一件事情如何做到一個陪伴型的參與式室內設計師 所以我不會去想說他可不可以複製 因為他本來就可以複製 好 謝謝阿德 對 那很高興今天四位來這邊分享 那我想說的是台灣雖然談居住正義很久了 但我覺得在民間這邊大概就是這五年左右 開始冒出了非常多的實驗 就我們有業者有經營者有專業者 其實都在這裡面做非常多不同的嘗試 它不一定是法律真的就給你這個制度 但其實大家還是在這個裡面去撐出非常多不同的空間 所以我們謝謝今天四位講者的分享 請給大家再給各位一個掌聲 謝謝 謝謝 那我們今天的場次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谢谢观看